欢迎大家收看点点新闻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六度突发 汽车撞入中国领事馆 嫌疑人被枪杀 旧金山警察封锁现场严阵以待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六度突发 汽车撞入中国领事馆 嫌疑人被枪杀 旧金山警察封锁现场严阵以待 六度简报 由于周一下午持续的警察活动 旧金山警方只是公众 避开中国领事馆大楼所在的拉古纳街和吉里大道地区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有几辆应急车辆 KTVU报告说 至少有一名嫌疑人撞上了领事馆大楼并被枪杀 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媒体集结区 以提供更多信息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你们带来最新最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 首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试图在中东煽动战争 以破坏全球团结 他还声称俄罗斯的利益在于制造痛苦和苦难 以破坏欧洲的自由 这一言论引发了人们对乌克兰战争 以及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的关注 双方加大了对争议地区的攻击力度 并在冲突中使用了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同时 俄罗斯正在从中国购买无人机用于战争努力 这些发展都可能影响未来的冲突 另一方面 老挝的经济特区引发了人们对该国是否会引进犯罪分子的担忧 专家认为 政府吸引外国投资的尝试可能进一步损害该国陷入困境的经济 这个话题引发了人们对特殊经济区的影响和发展的讨论 在中东地区 以色列下令对加沙实施封锁 加剧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 以色列北部边境爆发了战斗 引发了冲突可能扩散到多个战线的担忧 这一局势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以色列的军事能力以及技术 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讨论 英国工党的即将上台的政府 透露了他们将会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人们对该党的计划和政策进行了批评 认为他们没有解决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一话题引发了对英国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讨论 在香港 互联网管控越来越以针对特定目标的方式进行 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担忧 这一话题引发了人们对香港政府的行为 以及互联网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讨论 苏丹和伊朗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这一消息引发了人们对两国关系的变化 以及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的讨论 最后 一项研究表明 致命的热浪可能会影响数十亿人 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读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重要的时间 现在 我邀请大家一起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